家恩教会重生堂 沐浴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恩膏 在家恩母堂属灵产业的未养下 借着属灵兄长 家恩新生堂和永生堂的陪伴和福祉 走过了丰丰富富的一年 重生堂的成长过程 离不开教会各肢体间的相亲相爱和彼此拥有 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 无论领袖与会众之间 还是各个小组之间 各事工部门之间 以及众弟兄姐妹之间 大家协调一致 相互扶持 求同存异 取长无短 同心协力 在神的爱里 建造我们共同的属灵的家 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 共同成长 相互建造 一同走在末世心腹的道路上 迎接主的再来 儿童教会的老师们 克服一切困难 对孩子们因才施教 后勤 接待 把爱和温暖 传递给每一位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木道友 我们家人教会 从生堂的儿童教会 是由妈妈们和孩子们 组成的一个大家庭 我们是共同手拉手 陪伴互相成长 所以在这个大家庭中 我们有欢笑 也有眼泪 我们有祷告 也有互相帮助 当我们聚会点刚刚建立的时候 是由几个主要的家庭和孩子们 组成的 当时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只有十个孩子 到如今两年时间下来 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有二十五个孩子 并且分成了两个班 我们的老师也有一开始的四个姐妹 四个妈妈来带领 到现在有八个妈妈的加入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 得到更丰富的服饰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 我们每一个在儿童主日学里 服饰的老师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酬劳 也没有任何的鼓励和夸奖 他们都是甘心服饰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他们真的是把每一个孩子 当作自己的孩子 他们是把一颗妈妈心 带到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里面 来真心地为每一个孩子 付出时间 付出精力和付出爱 这都是因着神的做工 我们才有这样的紧密的关系 才有这样把神的爱 能融会到我们这个家庭当中 这都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做工 感谢神 回首共同走过的道路 从聚会点到重生堂 从嘉华教育中心到Flywood International Church 从福音烧烤到爱音见证会 从YouTube的敬拜到Life敬拜 无处不见神的祝福和恩典 还用弟兄姐妹们的付出和辛苦 我们都未能有份在漠视 预备心腹的道路上 为主做工而感到奴彼的喜乐和幸福 每个脚步 我要紧紧跟随 我们从神堂的心腹先锋敬拜团队 是从以前的聚会点的敬拜团队演变而来 我们一切从无到有 我们以前我们从完全的YouTube敬拜 到发展到现在的每个月 有固定的两次的Live敬拜 我们非常的感谢神 把很多弟兄姐妹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中 我们的敬拜团队要特别感谢 雪梅和贾弟兄他们家庭 他们的家庭真的是 每次为我们敬拜的练习提供场地 然后他们真的是全家都能够 参加这个敬拜团队 我们也特别感谢侯老师 真的是七十多岁的高龄 能够来每次参加我们这样的 钢琴的一个服饰 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 然后我们也特别感谢 我们的媒体的团队 他们音响的团队 他们真的是每次的我们的练习 都为我们预备场地 接各种的音响设备 给我们付出了很多 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感谢他们 我们也求神把更多的 有天赋的会乐器的弟兄姐妹 能够加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的每一次敬拜 都能够把神的同在 带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也求神来继续 祝福我们 同神堂的敬拜赞美团队 让我们每次真的是的服饰 都能够讨神的喜悦 谢谢大家 代表媒体部的所有的弟兄 目前还没有姐妹加盟 我们也希望将来会有 更多的姐妹加盟我们 我们一起来 来共同的来服饰神 把这个媒体这样的一个 岗位这样的施工 更尽心尽意地把它做好 我们感谢主 在车里也是向重生堂的全体 会众最忠心的祝贺 祝贺我们重生堂 在神的带领中 走得越来越稳 走得越来越离神更近 把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活出来 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感谢赞美主 重生堂自成立至今 已有超过三十倍的目道友 绝质受洗 蒙恩得救 我们未能在这属灵的大家庭里 共同携手走着末世心腹的道路 而向主献上感恩 是他拣选了我们 伴随着教会的发展 重生堂从教会 小组 到每一个家庭都积极参与内在生活的操练 赞美神 等候神 和与新郎耶稣定立婚约 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 爱主爱神的心 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弟兄姐妹之间 也彼此拥有相亲相爱 涌现出许多爱的见证 家恩重生堂 就是一个充满主爱的大家庭 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 就是神给我们的家恩教会 那在2013年 我们来到家恩教会重生堂 我们很爱我们的家 我们也很爱我们属灵的家 因为在这属灵的家里面 神来带领我们健康的成长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我来到重生堂以后 我觉得特别是在去年以后 我觉得跟随着教会的带领 和重生堂的弟兄姐妹 一起经历内在生活 生命的见证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加成熟了 跟随神的脚步 也走得更加坚定了 感谢主 也愿神使用我们重生堂 这个教会 在sorry这个地方 来帮助到更多不认识他的人 或者已经认识他的弟兄姐妹们 感谢主 感谢主帮我带到嘉宜教会重生堂 我在这里真正认识神 以前是丰人游女 现在是亲眼见女 我在这里成长 从一个属灵的小baby 现在主要老见成长 希望我们亲自来带领你 功夫那十字架的道路 我也非常感谢 在这里有一个属灵家的感觉 跟弟兄姐妹 一起共奏心腹的道路 时间过得非常快 这个嘉宜教会 这个重生堂 现在已经是一周年了 在这一周年里 我们真是很快乐地 和各位家人 各个兄弟姊妹在一起 感谢主 给我这些教会的朋友 然后我可以很开心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让我们家庭可以很快乐 然后主要书都保守我们 然后我就 我就可以学更多 about 神 我很感谢主 感谢主把我 从中国带到加拿大 来到嘉安教会 重生堂的大家庭里面 然后感谢主 让我独自一个人 在国外的留学之旅 有了神 有了众位叔叔阿姨 让我不再孤单 不害怕 非常的感谢神 从筹备成立到今天 一路走过来的渡城 也是我们家 蒙福的过程 如今我们也是 成为一个大家庭 有孩子 还有小宝宝 我妈妈也 顺利地在神的恩典下 能够办好签证 与我们来在加拿大团聚 这一路上都是神的恩典 感谢主 将我两个儿女 在爱的福与下 一家人和和美美 幸幸福福 开开心心 我们在这重生堂 一周年庆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们也忠心地 向神表示感谢 我们也祝愿重生堂 在未来的过程中 更蒙神的喜悦 在瑟瑞地区 来被神大大的使用 我们也希望我们家 在重生堂 有更大的成长 更美好的见证 来涌现出来荣耀神 感谢赞美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 重生堂 从苏理聚会点 到职堂 到现在 一周年 其实在这里 每个家庭都有一些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故事 但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们都能够相互扶持 一路走来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也能够加入我们家 这个大家庭 感谢主 感谢主 在我们的重生堂一年之际 也是神带领我们全家来到家安大家庭 一年的时候 感谢我们嘉恩教会 全辈的真理的教导 和各样的属灵传承 以及内在生活的操练 使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真的是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 经历我们的神 虽然在我的生活经历当中 经历了很多艰苦的过程 但是神让我学会了 完全的来接受他所良给我的一切 让我更加学会 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也愿意更多的来倚靠神 我愿意 我非常感谢神赐给我这样子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属灵大家庭 我愿意与我们除生堂的弟兄姐妹 一起互相扶持 彼此拥有 共同地来走这个天路 好 感谢大家 就像刚来嘉恩堂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营地 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说 真的是认识神 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也真的是感谢神 就是把我们一家带到这边 然后借着嘉恩重生堂 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神的爱 然后真的是感谢神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主在过去一年 对我们家庭里面 在风年里面给我们丰富的供应 让我们在这个牧室的这个里面 让我们可以预备好 不管在物质上面 还是在我们的生命上面都预备好 感谢主在过去一年里面 我们全家在重生堂蒙神的恩典 走这个恩典之路 不光是我们夫妻的关系和感情 我们的两个孩子 还有老三 三个孩子 都在这个神的爱的家中来成长 我们也相信神的恩典 一直伴随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末世 能够活出一个和神喜悦的生活 能够荣耀神 能够服侍弟兄姐妹 感谢天父带领我们 走在他的恩典之路上 充满平安和喜乐 相亲相爱 彼此拥有 感谢主耶稣保守我们 我爱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给我一个小妹妹 感谢主耶稣 哈利亚 感谢主 我就想说 我们每天 每个星期最快乐的事 最温暖的事 就是来到主耶稣的大家庭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聚会 我希望在主的大家庭里面 能够更加地得着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能够茁壮地成长 进嘉恩教会重生堂以前 我有点像跟没有家的孩子一样 然后到处漂泊 我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属于自己的教会 但是那一段时间呢 我就一直的都有在祷告 然后就希望主能够让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教会 然后因为教会就像一个家一样 这个教会并不是我去过最大的或者是最好的 但是却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属于自己的一个教会 所以我非常开心 所以我很开心能找到这个教会 也会好好的爱这个地方 因为我相信这就是主赐于我的 每次来到嘉恩教会 来到重生堂都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觉得重生堂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我们家里的弟兄姐妹一样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求神让大家赐福我们这个大家庭 首先我们祝贺重生堂成立一周年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和重生堂一起成长 经历了许多的起起伏伏 高山和低谷 我们再次地在这里感谢重生堂的弟兄们和姐妹们 你们的关系和爱护 重生堂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感谢家给我们的温暖 感谢弟兄姐妹的互相的帮助和支持 没有大家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 我们这个小家跟随着我们重生堂来一起成长 感谢主 我觉得我来到这个小组以后 感觉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应该不是新的大家庭 然后之前我也来过这 但是我就觉得来到小组以后 觉得后面的力量更强大了 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成长得很快 然后帮助我成长得很快 让我属灵的生命 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也获得了很多知识 也获得了很多的温暖 对感觉就像 尤其我们在外面的学子 有这样一个家庭的话 确实给我们了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 也让我们在国外的求学的这个过程中 也非常踏实 非常的稳步地往前走 这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感觉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然后在遇到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会有一个家庭在帮助我们的感觉 然后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谢谢 对我就觉得这个小组对我们来说 就是又是朋友 又是家庭 又是父母 就是这样的感觉 也是感谢咱们教会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让我走上了这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也相信是上帝指引 这个教会给我 让我给了我一个非常有爱 非常和谐 非常愿意帮助我的一个小组 让我在每周五的时间可以和上帝进行亲密无间的沟通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人生的哲理 我们的身体需要锻炼日常 那么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 属灵的力量更是需要锻炼 其实我们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啊 也不是孤单的 像是一个家为一个单位 那么一个家的人就应该一起来走 而一起走 那么是一个互相的一个扶持支撑 那么这是从一个家的角度来说 那么从一个教会来说 弟兄姐妹之间更是需要一个互相的扶持和支撑 让我们一起在属灵的道路上 在奔向天国的道路上来锻炼 来养生一个持续的一个习惯 互相的扶持支撑 来我来给我自己加油 给我的家庭来加油 让我们从生堂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扶持 在主恩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 走得更持久 认识耶和华是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我们认识主之前 我们两个谁都想做这个家的主人 但是认识了主以后 主就做我们家的主人 我们关系变得更和谐 我们的爱也 相互的爱也越来越深 感谢家庭教会带领我们认识神 也感谢神住在我们的家中 看顾我们的家庭 看顾我们夫妻的关系 还有父子的关系 还有我们跟长辈的关系 这一切都在神的看守和祝福中 让我们越来越幸福 在家中有神的爱 感谢主 阿们 我很爱主 因为祂爱我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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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爱 和我的道路 说得真好 兄弟姐妹在一起互相帮助 给我们的整个家庭 都带来了一些 美好的 一些美好的 美好的向往 分享 对 美好的分享 大家一起 团集吧 为丛丛堂壮大 做一点表现 我感谢主 给我们一家 都带来了平安 好像是 很顺当地来到了温哥华 谢谢 感谢主 重重堂 迎来了 支堂一周年的 生日 我们在此也特别的 我们夫妻也是 向主先生感恩 重重堂 支堂一年的过程 处处 都有 主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我们夫妻 在重重堂的 这段时间 也是处处都有主的恩典 弟兄姐妹的关爱 我们在此 向主向上感恩 也感谢 弟兄姐妹们 这些年来 对我们夫妻 对我们这个家庭的 特别的 关心和关爱 感谢大家 在重重堂 支堂这一周年之际 我们也特别的 来祝福我们重重堂 我们重重堂的 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 末世新福的道路上 来紧紧跟随 教会的意向 紧紧来和主耶稣的 旨意对齐 感谢主 感谢大家 感谢主 在重生堂 支堂一周年之际 我们对主 献上感恩 感谢主 住在我们家中 感谢主 看护我们的家人 看护我们夫妻 之间的关系 看护我们父子 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家庭 充满爱 充满喜乐 我们对主 献上感恩 同时也感谢 弟兄姐妹 在这一年中 对我们的 扶持与帮助 我要 祝重生堂的 弟兄姊妹 在重生堂里面 更好的 来学习神的话语 让自己 完全 在神的话语 喂养当中 更好的成长 完全得到重生 让我们得到 新的生命 阿们 好 今天是我到家人教会 大概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我虽然在加拿大 已经有27年 我信主也有25年左右 但是呢 我真正的体会到 加恩教会 是我现在感觉是最好的一个教会 加恩教会被圣灵所充满 而且呢 每一次讲道都得到很多 我非常喜欢这个教会 我愿意这个教会能够在温哥华 壮大 壮大 发展 也吸引更多的教友和这个目道者 来到我们教会 谢谢 我来到教会呢 已经三个月不到吧 我很感动啊 我很 很如果不会说话 很感动 我呢 本身蛮孤独的 来到教会 又感到老开心的 心里边是高兴 我本来一直想回到国内去 我现在好像不是像以前怎么样 想回国内去 感谢主把我引领到了加恩教会 在这里我能够得到生命的造就 在末世的时候 被主恩高简小为幸福 我觉得是非常的蒙恩和感恩 感谢主 我很感谢加恩教会 感谢兄弟姊妹们 给我带来的蒙福 我很爱加恩教会 也很爱加拿大 谢谢 感谢主 我有心来到加拿大 来到我们的加恩教会 在加恩教会 这个 在这个家庭里 我受到了很多的教育 使我对主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老赵 信主 快一年了 来到加恩教会 这一年来蒙主的恩典 自己感觉到特别高兴 觉得是感谢主 阿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信仰 来到加拿大之后 决志信主 一年多了 感受到 在主的关照下 在主的阳光普照下 我得到了成长 内心 受到了感动 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我的病痛也逐渐地解除 感谢主 我会在加恩教会里 更加 顽强的生长 跟我们的名字一样 要重生 让我们在这个 大家庭里面 能够来 更多来相和 关爱 让我们来彼此拥有 非常感谢神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 带领我们 这个福利特务的小组 蓬勃的发展 让我们这一个小组 真正成为弟兄姐妹 一个属灵的这个家 大家 每一个人都愿意 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 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成长 成为同路人 彼此扶持 彼此帮助 我觉得呢 这个来了以后呢 有很多新的收获和感受 特别是教会生活 教会生活呢 我觉得好多东西呢 比较实在 尤其是教会教导 要问候啊 特别是那个 你是又美又善的 你是爱神的 你是神所喜悦的 我就发现这些 在这个操练当中呢 生命也是在进入了 自己的一种家庭生活里面 不再是完全 只是教会和家 就觉得好像每天都有这种操练 我们来到重生堂 一年多 这一年多呢 真的是 我觉得回头看呢 真是神给我们很多的功课 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操练 这些很多的功课呢 我们真的是在学习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所以真的是 主的恩典牵着我们 一步步走过这些 我觉得神是真的是在 不断地在 更多地拓展我们的疆界 很多的挑战 也很多很兴奋 这个神的应验 高过我们的应验 超过我们 不仅能想象的很多事情 但是都是神的恩典 真的是 确实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为神给的 这个环境 人 事 物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我们都向神献上感谢 看到神的美意 看到神的爱 看到神的恩典 我们也 祝愿我们重生堂 真的是 今后会 越来越蒙神的祝福 谢谢大家 重生堂在过去一年里 我们 感觉到很蒙福 我们也感受到 弟兄姐妹之间的 相互之间的爱 我们 感觉就像在 加入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我们在这里能够 很好的成长 跟大家共同来努力 过内在生活 也更加跟随主 追求主 感谢赞美主 是的 我们提起来就是真的要感谢神 因为神在我们一家 做了很多奇妙的大事 我们每一天都不能离开神 每一天都有神的恩典来拖住我们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重生堂 大概有八九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觉得像 进了一个不同的家庭 我们特别是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每一个弟兄姊妹之间的 那个彼此的相爱 就彼此的拥有 就比一家人还亲 这就是我们重生堂的家人 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重生堂全体会众 在新的一年里 要更深的认识耶稣 蒙重生 得新生 入永生 生命长进 做真儿子 神仆人 主心腹 重生堂全体神的儿女们 共同奔走心腹路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 这条路上我们收了手 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 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 我们投心走向西岸大道 我们戴上中国的厮守 我们戴上中国的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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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尘弹